第四百零一级 我反对 三位大如默契的没有接 而是彼此的交坏眼神 院长照手健壮伸手 接过折叠好的宣纸 缓缓地展开 然后他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察觉到照手的异常 张慎试探道 院长 但是院长不搭理他 嘴里低声喃喃 陷入某种情绪里 暂时无法摆脱 过了好一会儿 照手抚须而笑 好诗 这首诗我要亲手刻在亚圣殿 让它成为白鲁书院的一部分 将来后世子孙回顾这段历史 有此诗便足矣 今晚你们仨来我雅居喝酒 咱们唱饮到天明 三位大儒不可思议 院长赵手身为当今儒家执牛而者 怎么会因一首诗如此失态呢 即使是暗香浮动月黄昏 满船青梦鸭星河 这类令人拍案叫绝的佳作 院长也只是微笑在欲 你们自己看 赵手把纸递了过来 张沈结果与两位大儒一同观看 三人表情疏然凝固 也如赵手之前那般沉浸在某种情绪里 久久无法摆脱 行路难 行路难 多其路 金鞍菜 长风破廊会有诗 只垮云帆寄沧海 李木白忽然老泪纵横伤感道 这首诗写的就是我们白鲁书院啊 张沈和陈泰两位大儒握紧拳头 他们明白院长为何失态 李木白说的没错 这首诗是写给白鲁书院的 回顾国子剑成立的这两百年里 白鲁书院进入史上最黑暗的时代 学子们挑灯苦毒奋发向上 换来的却是雪藏 一腔热血无处挥洒 满腹才华无处施展 停杯投注不能时 八剑四顾心茫然 而最后这两句呢 简直是神来之笔 让几位大儒豪气顿声 心情激荡 诗词最大的魅力 就是共情 完全戳中院长赵首 以及三位大儒的心窝子了 院长 张胜咳嗽了一声 从激荡的情绪中摆脱出来 低声说道 许词教是我的弟子 我憾心如苦交出来的 金言 辛苦了 辛苦了 赵首欣慰 张胜呢 意义正言辞 为书院培养人才 我张景言 则无旁贷 贪贺辛苦 不过 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你希望院长能满足 陈太和李木白 瞬间警惕起来 赵首温和说道 赵首温和说道 什么要求 您亲手课诗时 记得要在辞旧的署名后 写几个小字 诗张胜 自景言 荆州人士 赵首还没回答呢 陈太和李木白 抢先说道 我反对 我反对 张胜大怒 我学生写的诗 管你什么事 轮得到你们反对 狗屁 两位大如吹 胡子瞪眼 毫不客气地拆穿 你学生什么水平 你自己心里没底 这首诗是谁写的 你敢说 不知道吗 张胜 当然知道 许辞旧是他学生 自己学生几斤几两 当老师的比谁都清楚 至于许辞旧 是怎么猜中题的 张胜的想法是 许清安请了魏冤帮忙 嗯 赵首心里闪过问号 挥手隔绝了 旁侧报信学子的听觉 陈生说道 你们刚才说什么 这首诗不是许辞旧所作 陈泰哼了一声 许辞旧擅长策论 诗词平平无奇 如何做出这等 振奋人心的佳作 李木白揭茬 还不是我的学生 许清安做的 什么时候又成你学生了 张胜吃笑 那也是我的学生 所以不管如何 写我名字都没错 三位大儒 唧里呱啦的吵起来了 院长赵首听了片刻 大概明白了 这首诗并不是许辞旧所作 而是他那位 被如临 欲为尸魁的 唐哥所作 这么说来 许辞旧也作弊了 赵首问道 对了 咱们这位会员主治什么 儒家讲究人品 等级越高的大儒 越注重品性的坚挺 说白了 每一位大儒 都有着极高的人格操守 但这不代表 儒家全员圣母表 除非在立命境时 立的是圣母表的命 不然的话 小节可以施 问题不大 但是作弊并非小节 治国和兵法 张胜说道 他本来就是以兵法 著称的大儒 治国是每一位儒家学子 都要学习的技能 在这个基础上 儒家学子可以再选择 一到两个主修的课程 有些学子主治理纪 有些学子主治中庸 许辞旧主治兵法 赵首文言放心的点了点头 主治兵法的话 那没有问题 不会对未来的谨声 造成影响 你们不必为一首诗争论 我想那徐其安 是借堂弟之首 将此诗赠予书院 这对我们来说 才是最大的回馈 院长说的是 三位大儒其声说道 然后呢 在心里同时又想 等以后啊 再找许宁燕 讨要家做 另外呢 他们很默契的 在心里补充一句 卑鄙小人阳公 第二天 徐府大摆宴席 宴请亲朋好友 按照许新年的意思 府上为三部分客人 划分出三块区域 前院后院中庭 中庭里坐的是 他的同窗好友 后院外人不方便进 所以坐的是同族的人 前院呢 则是许二叔和 许七安的同僚 三拨客人被完美的分割 自顾自的喝酒吹逼 读书人 不理会粗鲁的武夫 武夫也不搭理 读书人的装腔作调 嗯 二郎不愧是读书人 安排得井井有条啊 许七安一边陪着小老弟四处敬酒 一边感慨 哎 我们老师怎么没来啊 许二郎喝了几杯酒 粉面微红 吐着酒息无奈道 今早 送秦田的下人带回来消息 说老师和两位大儒打了一架 受伤了 又打架了 许七安心说 白鹿书院的读书人脾气 都这么暴臭的吗 兄弟俩转道去了内院 这里都是族人 沈沈和二叔留在席上 陪着许氏族人 几个吃饱的小孩 在院子里嬉戏 很羡慕许府的大院 许灵音修于小伙伴为伍 从头吃到尾 打死不挪味 许氏族人高兴坏了 前阵子许大郎刚封诀 许二郎紧接着辩证会员 许家这是要崛起的征兆啊 年轻一辈开心的同时 想的更多的是依靠这株大树 将来说不准能飞黄腾达 老一辈的呢 开心更加纯粹 老泪纵横的说 祖宗先灵 许氏要成为大阿族了 律二丹啊 一位族佬起身 拍着许平智的手背 欣慰的说 大郎和二郎能成才 你功不可没呀 一文一武 都让你给培养出来了 你可比那些夫子还厉害 我家里正好有一对孙子 二蛋 你帮我戴上几年 驴二蛋是二叔的乳名 许清安亲爹的乳名叫驴大蛋 这称呼也就族里的老人能叫一叫 好好好 没问题 叔公 尽管把那两个小崽子送来 许平智春风得意 有点飘了 甚至觉得许慈舅和许宁宴 能成才就是他的功劳 你有个屁的功劳啊 你明明是不当人子许平智 许清安面带微笑 心里吐槽 天真是毫无自知之明 你只是一个粗名的武父而已 许新年心里富匪 在教育子嗣这一块 没有人夸赞自己 让婶婶的心里很不愤 但是想到以前和侄二的过节 他觉得如果站出来邀功 肯定会被侄二给怼 第402集 佛光 京城西门 守城的士族忽然听见了 似有似无的凡音 缥缈的仿佛来自天际 一位士族挖了挖耳朵 发现凡音依旧回荡在耳畔 喂 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 他刚问完 便见对面和身边的同僚也在挖耳朵 这时候城墙上有人喊道 快看 佛光 西北美佛光 城墙下的士族下意识地握紧了长矛 警惕地远眶 几秒后 他们看见了金灿灿的佛光 自西边冉冉升起 仿佛昭阳出声 不 比阳光更纯粹 更具亲和力 不知不觉间 他们松开了紧握着的长矛 举目望着纯粹的佛光 眼神虔诚而温和 像是被洗涤了心灵 守城的千户用力咬破舌尖 疼痛刺激他的大脑 获得了短暂的清醒 以此来对抗内心的前程 他亮枪推开 吃吃希望的士族 抓起骨锤 一下又一下用力敲击 咚咚咚的 沉闷的鼓声传遍四野 朕在守城士族心里 朕在东城百姓心里 来呢 正举杯敬酒的许清安 脑海里响起了 神书和尚的义语 来了 什么来了 他先是一愣 然后立刻醒悟 佛门的使者团来了 终于 西域的佛门 终于抵经了 他们为了桑泊案而来 为了神书和尚而来 来者不善 他来到这个世界半年多 即将首次接触 西域佛门的高僧 坚政已经为我屏蔽了天机 佛门僧人 应该是无法看穿 神书和尚的存在 我作为桑泊的主办官 肯定无法避免和和尚们打交道 我听说佛门有各种诡异神通 比如他心通之类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们是不是能听到我的念头 许清安如临大敌 日头正高 酒宴渐入佳境 许清安静了一轮后 已上厕所围游离席 回到书房 斟酌着如何面对西域佛门的使者团 钟离坐在四方桌边 低着头 小口小口的吃着饭菜 根据这段时间做的功课 他认为西域佛门使者团 这次拜访京城有两个目的 首要目的 当然是了解桑泊案的始末 也是他们此行的主要目的 就是不知道 秃驴们只做了解 还是要久居京城 追查神书和尚的下落 这个 大概得等他们弄清楚情况 才做定论 许清安手里转动着毛笔 次要目的 应该是兴师问罪来了 佛门和大凤的关系很复杂 属于那种表面笑嘻嘻 心里MMP的盟友 比如 当年的山海关战役 西域佛国和大凤是盟国 属于战胜国 南疆和北方则是战败国 不过 经历了那次死而复生的梦境 许清安发现山海关战役 没有史书记载的那么简单 因为东北的乌神教也参与其中了 南疆的满族 北方满族 北方妖族 东北乌神教 如果再加上万妖国于孽也参与的话 战败一方的阵营得多庞大呀 换而言之 当年的大凤国力有多强 西域佛门有多强啊 魏渊领军打战的本事有多强 细思极恐啊 但这个同盟的关系并不牢靠 这二十年来 北方和南疆旅饭大奉边境 朝廷多次向西域求援 但佛门置若罔门 北方先不说了 而今的南疆地域 有一半落入佛门之手 当年万妖国的底盘 如果佛国真的有念及同盟之意 直接派兵偷水晶就行了 南疆满族还敢攻打边境吗 当然 大风也不是啥好东西 远的 当年白鲁书院一手主导了灭佛行动 近的呢 神书和尚脱困了 监政那个糟老头子直接装病 兴师问罪与我无关 我只是一个卑微的阴罗 自然有朝堂诸公和原景帝 自己去苦恼 不知道监政会不会出手 这老银币多半不会 作为桑破案的主办官 我多半会与佛门僧人接触 保险起见 去见一见监政吧 另外 这次使团到来 既是一个危机又是一个契机 神书和尚的身份 佛门的人最清楚 我可以借此机会旁敲侧击 挖掘出更多的信息 这样也好给神书和尚一个交代 一个大胆的计划 在许清安脑海里成行 忠理 我们走 当即 换上大更人的差符 戴上雕帽 离开了徐府 骑着永远不堵车的小母马 很快抵达观星楼 他把小母马拴在台阶边 与钟离并肩登楼 刚走完时接 进入一楼大厅 眼前一花 多了一位白衣术士的背影 铿锵有力的声音念叨 手握明月 摘星辰 时间无我这般人 许清安抢答 哎 杨千焕 嘎的一声停顿了一下 重新来 悠悠说道 手握明月 摘星辰 时间无我这般人 许清安又抢答 然后说道 杨师兄 我要去见监政 你别等到 杨千焕沉默了好久 我就是为这事而来 老师让我来通知你 监政大人知道我要来 许清安汉首 您说 杨千焕 气沉丹田 滚 许清安一边拍着耳朵 一边解开小木马的马匠 郁闷道 哎 你们四天见 也会缝门失走啊 我耳明了怎么办 会不会耳聋啊 说完 他看见钟离默默的打了手语 说我聋了 我要回去吃药 不然耳朵会没用 许清安指了指耳朵 又指了指自己 意思是 是我害了你吗 钟离摇摇头 无奈摇头 不想和许清安废话 许清安点点头 看来这是钟离的右翼节 反而是自己受了对方的牵连 先证不见我 这说明屏蔽天机的效果 应该足以应付佛门高僧 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许清安 许清安松了口气 在楼下等待片刻 嗑完药的钟离返回 耳朵好了吗 钟离点点头 嗯 两人旋即到了大更人衙门 静止来到敏山的金玉堂 五大三粗 脸颊有一道疤的敏银罗 没好气的说道 你的一刀堂已经修缮完毕 还来我这里做什么 一刀堂是许清安的办公室 名字是他自己取的 寓意天下英雄谁能挡我一刀 许清安随口问道 今天京城有什么事吗 你也听说了 敏山黑了一声 嘿 西域使者团来了 听说队伍里有得到高僧 十里之内佛光冲天 不少守城的士族都看见了 进城之后啊 城里的百姓疯了般的高呼圣僧 要说蛊惑人心的手段 还是佛门最强啊 这应该是七品法师的能力 我记得暗读库的资料里记载过 七品法师开谈讲法 百姓闻之 大彻大悟 纷纷断入空门 许清安假装困惑 佛门使者团来京城作甚 谁知道呢 敏山不知道桑坡案中的封印物 其实是佛门的神殊和尚 更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 第四百零三集 李玉春的一生之敌 曹韵船只缓缓地停靠在码头 一艘三尾帆船的甲板上 助力着数十位大耿人 金罗杨燕和江绿忠 率领一众大耿人离开关船 一行人望着久别的京城 心里万分激动 尤其江绿忠和张迅甫这批先锋队 他们离京足足两个多月 龙东时节离京 再返回一世 柳枝发芽万物吐心 李玉春招手 换来宋廷风和朱广孝 陈生说道 当书职完毕 我们去祭拜一下宁念吧 宋廷风和朱广孝点头 神色沉重 距离许宁艳战死 月余过去 当时汹涌如潮的悲伤 如今沉淀在心里 成为他们永远要铭记的同僚 下属 多年以后 回忆起那个跳脱的少年郎 心里或许还会有淡淡的悲伤 以及遗憾 走在前方的杨燕回过头来 面无表情 声音却很低沉 我也去 张勋甫 叹息一声 本官要面见陛下 就不与你们同去了 明日我携妻儿 亲自祭拜 他事情比较多 明天肯定抽不出时间 去给许宁宴上坟 这伙人从青州开始 便一直在水上飘着 根本收不到朝廷的传书 因此并不知道许秦安复生的事 不知道许秦安非但复活了 还顺手破了一桩宫廷命案 很快 他们抵达了大更人衙门 这一边 许秦安带着钟离出了金玉堂 正要去参观自己的堂口 钟离走着走着 忽然发现许秦安顿住了脚步 他先看了许秦安一眼 然后顺着他的目光看向衙门口 那里一群风尘仆仆的大更人 跨过门槛 全都僵在了那里 仿佛是一尊尊的石像 这是谁啊 为什么和许宁宴 长得如此相似啊 咱们衙门 有这么一位阴罗吗 眼花了吧 我好像看见许宁宴了 不对啊 许宁宴哪有这般俊俏啊 是同胞兄弟吗 可许宁宴没有兄弟啊 一个个问题在南归的大更人脑海里浮现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最怕回忆突然翻滚 脚痛着不平息 最怕突然看见你的身影 许秦安觉得这段歌词 完美契合他们此时的心境 他扬起一个尴尬而不失礼貌的笑容 大家好啊 我叫许倩 迟早会有重逢的一天 不过在许倩安的想法里 正确的打开方式应该是 嗯 杨燕等人回京后 从衙门同僚那里 得知自己死而复生的消息 惊喜无比 然后一个个脱疆的野狗般 飞奔过来 抱着自己痛哭流涕 这么尴尬的重逢 是他没有想到的 一定是钟离给我带来了霉运呢 李玉川死死盯着许秦安 用尽了所有力气 才颤抖着开口 你 你是许宁燕 其他人没有说话 默默地看着他屏住了呼吸 是我 我没死 许秦安笑道 听到他的回答 那边静默了十几秒 宋廷风忽然大叫一声 狂奔着扑到许秦安怀里 大力拥抱 你怎么没死 你明明已经死透了 容貌大变是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复活的 跟我们说说 是呼呼的 打羹人们把许秦安围住 你一言我一语 满脸的兴奋 这个稍后解释 稍后解释 许秦安推开宋廷风等人 笑嘻嘻地指着自己胸口的银罗标志 对李玉春说道 头儿 我称银罗了 李玉春背负双手 故作深沉 喊手说道 不错 没枉费 我的辛苦栽培 许秦安招着手 钟离 过来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头 李玉春 这才看见了钟离 头发干枯凌乱 粗布长袍 布满褶皱 袖鞋很久没洗 看不见脸 李玉春感觉 背后有冰凉的蛇爬过 头皮一寸寸的发麻 他露出惊恐之色 连连后退 指着钟离咆哮 这是哪家的姑娘 这是哪家的姑娘 钟离 你先去我的一刀堂 前面又拐就是 许秦安连忙 打发走伍师姐 哦 钟离低着头 委屈地走开 李玉春如是重负 手臂的鸡皮疙瘩 缓缓消散 接下来 许秦安详细地 为大家解释 自己死而复生的经过 脱胎完 能让人退去就去壳 收获新身躯的脱胎完吗 听说陛下以前向坚证讨要过 坚证都没有给 哎呦 那初采威是不是你小子的相好啊 江吕中嘖嘖感叹 听了他的解释 一部分不知道脱胎完的打更人才恍然大悟 等众同僚情绪渐渐稳定 许秦安搂着宋廷锋的肩膀 走啊 晚上叫方寺快过去啊 谁知宋廷锋摇头 我不会再去叫方寺了 他看了许秦安一眼 义正言辞 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 现在的宋廷锋 将是一个锐意进取 刻苦修行的人 宁燕啊 你会变 我也会变 你不能用以前的眼光来看我 许秦安诧异的审视着他 他死后的一个月里 宋廷锋果然沉稳 坚毅了很多 李宇春赞赏 嗯 廷锋说得好 这趟云州之行 你的变化最大 我很欣慰 宋廷锋沉稳的笑了笑 许秦安派了派首长 环顾众人 哎 等大家处职后 今晚一起去教坊寺喝酒啊 我请客 说吧 许秦安又搂着朱广孝的肩膀 广孝 我还欠你五次教坊寺呢 立股自举的 众同僚大喜 宋廷锋咽了一口唾沫 宁呀 我自举里也有我的 今晚我也要去教坊寺喝酒 你不能去 许秦安脸色严肃 义正言辞 你已经不是以前的宋廷锋了 饮酒作乐 放浪行骸的事儿 就由我和广孝来做 你是锐意进取的宋廷锋 佛门使团的落脚点是西城的三阳驿站 也是外城最大的驿站 两间的院子 院子里种着三株百年老柳 名字由此而来 驿站的驿族从大门走出来 左右环顾一会儿 闷不吭声的进了一条小巷 巷中站着一位打个人拆服的年轻人 单手按刀背靠墙壁 手里捏着一粒碎银 等待多时 大人 这是本次西域使团的名单 领队的大师法号杜厄 义族地上条子 目光在碎银上扫过 杜厄大师刚应招入宫 不在义站 办得不错 许清安只见一点 碎银抛出一个弧线 被义族稳稳接住 后者眉开眼笑 谢谢大人 打发走义族 许清安快速脱下打个人拆服 接着 从地书碎片里取出一件僧袍穿上 他摸了摸自己的板寸头 心里发狠 安慰自己说 还可以再长 几分钟后 一位阳刚俊朗的和尚 从小巷走出来 僧袍晃荡 来到驿站门口 守门的不是一族 而是两个年轻的僧人 这位师兄 如何称呼 两位年轻的僧人迎上来拦住去路 许清安双手喝食 念诵法号 阿弥陀佛 贫僧清隆寺横远 得知本宗同门自西域而来 特来拜见 青龙寺横远 两名僧人也不是好糊弄的 审视着许清安 横远师兄 未曾守见 贫僧修的是武僧 许清安 一脸 自家秘密 自家人知道的语气 两名僧人再无疑问 语气顿时便得客气 横远师兄 里边请 第四百零四集 贫僧已离死多年 许清安在守门的僧人指引下 穿过前院来到内院 年轻僧人在院子里停下双手喝食 横远师兄在此稍后片刻 我去通知静晨师叔 许清安行府里回应 有劳师弟 望着年轻僧人进入某个房间 许清安回想着名单上的人物 本次西域使团 总人数二十一 一族要为使团安排房间 一站的房间是分档次的 倍份高的和尚 自然住好的房间 不可能一个小沙迷住总统套房吧 而领队的得到高僧 住没有窗户的单人房 因此 一族对使团的人物地位 有着清晰的认识 倍份最高的 自然是本次使团的领袖 杜厄大师 不过修为怎么样 一族就不知道了 再往后有两人 分别是静晨和静思 看法号 这两位应该是师兄弟 至于其他和尚 地位仿佛 一个叫京城 一个叫晋士 这师兄弟的法号 可真有意思啊 正想着年轻僧人出来了 请许其安入内 他随着年轻僧人进入房间 屋子里燃着檀香 一个僧人盘坐在他 微笑的望着房门 这位和尚气息内敛 看着与常人无异 许其安双手合十 敬晨师兄 横远师弟 中年僧人回礼 他旋即安排年轻僧人奉茶 等许其安喝了一口才说到 凡树师兄刚刚回寺 他是想说 青龙寺的和尚这会儿 也就刚得到使团入京的消息 盘树住持 前脚刚回青龙寺 没有特殊原因 不会让四里的僧人过来叨扰 许其安一瞬间想到许多种可能 知道这是对方的试探 对此他早有复稿 不紧不慢 贫僧早已离死多年 敬晨和尚微笑 横远师弟所来何事啊 他的声音仿佛有着奇异的魔力 让许其安本能地抗拒说谎 只想一五一十地 把自己的目的交代清楚 无品律者 许其安心里一灵 青龙寺的盘树住持也是无品 这个境界的僧人 就像移动的规矩 他们会主动或无意识地 影响身边的人 出家人不打狂语 禁语色禁杀生等等 律者曾经受过什么戒 身边的人也会不自觉地遵守 许其安没见过律者战斗 但以前去青龙寺查桑坡案时 特意看过佛门高手的资料 律者的战斗力皆来源于戒律 有点像儒家的言楚法随 但没有儒家那么流氓 通俗的解释 儒家口嗨一句 这是可以实现的 虽说后遗症很大 而佛门的律者受限极多 无法随心所欲 只能口嗨一句 律其安反向抽烟赛神险 除了律其安嘴巴会烫出一个炮 基本没什么后遗症 儒家的言楚法随 是更改规则 而律者是让人遵守规则 本质其实完全相反 律其安双手合十念诵佛号 阿弥陀佛 师兄与诸位同门抵经 是否为了桑坡案中脱困的封印物 这话 就仿佛一块巨尸砸在湖里 静尘眯了眯眼 表面不动声色 反而微笑 盘树师兄说的 盘树僧人返回青龙寺前 杜恶师叔三令五身 不得将封印物的存在外泄 包括青龙寺的和尚们 静尘大师给律其安下了个套 律其安摇了摇头 并非师父所说 实不相瞒 桑坡案 贫僧也算参与其中 景尘温润平和的眼神里 仿佛有金色的神光闪过 贫僧有一位师弟 发号很晦 我们师兄弟自幼一起长大 感情甚堵 一年多前 恒惠突然失踪 还窃走了四里一件 屏蔽气息的法器 我多方调查 发现他疑似被一个 雅子组织拐卖 律其安露出怅然伤感之色 似乎悲痛难耐 只能念诵佛号来缓解情绪 阿弥陀佛 静尘听得入神 见恒远师弟如此模样 心里一动 此案背后还有隐情 不错 彭惠师弟与一位女相可 互生情愫 私定终身 因此窃走了青龙寺的法器 远走高飞 静尘眉头已皱 闪过诸多疑惑 纵使私奔 也不必窃走法器吧 唉 那位女相可是豫王的嫡女 豫王是陛下的弟弟 堂堂亲王 若没有屏蔽气息的法器 他们离不开京城地界 这 静尘大师一时语色 找不出词来 随后 许清安将两个不安世事的年轻男女 如何被骗 如何被动卷入党争 又是如何死于非命 粗略的讲述了一遍 阿弥陀佛 静尘大师双手合十 面露慈悲念诵佛号 静默几秒他说道 可这事又与桑破案何干 问得好 许清安心里一笑 面不改色 此案曲折离奇 远没表面上看上去那么简单 去年年末 皇室桑坡中的永镇山河庙 忽然被爆炸摧毁 封印在桑坡底下的邪物出世 大凤皇帝震怒 则令三思严查 贫僧之所以卷入其中 是因为那邪物寄生在了恒惠师弟体内 什么 静尘大师勃然变色 急切追问 那邪物而今在何处 恒惠还没死 大凤如何处理此事的 监政没有出手吗 或者邪物已经被监政重新封印 他一连串问了许多 高僧的淡然气度无存 静尘师兄莫及 且容我慢慢到来 许清安把桑坡案和平阳郡主案 深入浅出的抛析 把两个案子的相关 背后牵扯的秘密 一五一十的告知静尘和尚 静尘和尚许久没有说话 似乎被环环相扣 错综复杂的案件给震惊到了 这些内幕呢 纵使是盘树住持也不知道 他只是悉行而来 告知佛门桑坡封印物出事的消息 师叔进宫面上了解案情始末 没想到留守驿站的我 却率先知道了全过程 静尘和尚愧一叹 此案确实曲折离奇 而能破解此案的人更是厉害 恒远师弟如何知晓得这般详细 许清安知道 这是静尘和尚必然会提出的疑惑 他丝毫不慌 强迫自己对抗不说谎的本能回答道 此案虽是三司主办 但真正查出桑坡案和平阳郡主案的 是打个人衙门的一位银罗 叫做许清安 贫僧与许大人相交莫逆 自身又因恒惠师弟卷入其中 这才知道的清清楚楚 银罗许清安 第405集 亨一声也带狮子猴 景尘和尚记下了许清安这个名字 盲问道 那位姓许的银罗是何人物 恒远师弟你且与我详细说说 唉 许恒远没有说话而是常态一声 师弟这是 贫僧想到此人 心里感慨万千 哦 此言何意啊 许恒远缓缓缓地说道 师兄有所不知 许清安此人 乃贫僧这辈子见过最精彩绝艳之人 在修行方面 他天宗之才 整个大奉能与他相提并论之人 罕见 在围观方面 他坚决不拿百姓一针一线 以匡扶正义为己任 在破案方面 大奉高手如云 却不及他一根指头 在诗词方面 他被誉为大奉两百年第一诗魁 据说教方司花魁们爱他爱的死去活来 他却置之不理 京城和尚惊呆了 没想到京城竟有此等人物 世间当真有此等人物 不入我佛门 可惜了 京城和尚眼里有犀利的光闪过 卧槽 牛皮吹大了 这孙子想堵我入空门 那我要这铁帮有何用 许晴安心里警惕 不动声色的岔开话题 来了个图穷比线 此番来找师兄 便是想问一问桑坡底下的邪物 究竟是什么 贫僧知道此物与佛门有关 但想不明白 为何要镇压在大风的桑坡 京城和尚面露难色 这 师兄有何难言之隐 许恒元主动问道 此事乃佛门机密 师弟还是莫要再问了 贫僧明白了 贫僧把西域本宗看成是自家人 没想到本宗的师兄弟眼里 贫僧只是外人 罢罢罢 是贫僧自作多情了 贫僧这就离开 西域佛门是西域佛门 青龙寺是青龙寺 不一样的 说着他起身便走 站住 京城喝止 面带愈怒 你我皆是佛门弟子 供奉佛陀 乃是一家人 师弟刚才那番话 实乃诛心之言 以后莫要再说 有戏 许恒远面无表情的看着他 冷哼了一声 哼哼 这一声他用上了佛门狮子吼 让哼声在房间里回荡 武僧的脾气一直都是这般暴躁 敬尘心里叹口气招呼道 师弟请坐 我便与你说些我知道的 青龙寺是西域佛门在大凤仅存的火种 如果西域佛门还想继续中原传教 青龙寺是不可取代的力量 在这样的背景下 西域佛门很重视与青龙寺的一家人关系 任何贤系和裂缝都是要杜绝和规避的 那邪恶确实与我佛门有关 听杜恶师叔说那是一位佛门叛徒 佛门叛徒 果然和我预料的不错 神书和尚是佛门中人 却被佛门亲自封印 不是叛徒是什么 是哪位叛徒 这就不知了 要不怎么说是佛门机密 其中内幕纵使是贫僧也不得而知 好想用忘记书看看他有没有说谎啊 是神书 那叛徒的法号叫神书 许恒远又问道 为什么是封印 而不是超度了他 佛门虽然讲究慈悲 但对一个门派叛徒 不至于心慈手软吧 韩树住持将消息传回西域后 罗汉和菩萨们对此非常重视 以雷音相互通知 这般郑重姿态 除了二十年前的山海关战役 再也没有了 景臣和尚谈音道 一路东来 我曾听杜恶师叔说过 那摩僧是杀不死的 杀不死的 这段话蕴含的信息量极大 让许其汉不得不暂停追问 细细思索 也就是说 神书和尚被封印在桑坡 不是因为佛门心慈手软 而是杀不死他 神书和尚曾经说过 他侥幸踏入了不死不灭的最高境界 但是不要忘了 佛门是有佛陀这位超越品级的存在 连佛陀都杀不死神书和尚 我的天哪 神书和尚比我想象的更恐怖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怪物啊 徐清安在心里嘀咕 一拳一个老奸政吗 我明白了 原来是杀不死 难怪要分尸封印 但是为何选在桑坡呢 他再次提出疑问 这样一位可怕的叛徒 堪称心腹大患 选择封印在盟友大缝的地界 肯定是有逼不得已的原因 否则封印在眼皮的底下 不是更稳妥吗 这个问题贫僧也想知道 也曾在路上问过杜恶师叔 师叔告诉我 这远于五百年前与大缝那位武宗皇帝的一个约定 五百年前的约定 那一年佛门在大缝四处传教 佛斯宛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这背后果然还有隐情啊 可是五百年前的大部分资料都被销毁修改隐秘 根本没法查呀 又聊了几句 许清安确定套不出其他信息了 便起身告辞 敬尘和尚亲自送他离开 刚出房间 就见一个没清目秀的和尚沿着狼道走来 师兄 俊秀和尚双手合十 敬尘回了一个礼 介绍道 这位是青龙寺的恒远师弟 你唤他一生师兄 接着给许恒远介绍 这是敬尘师弟 敬尘 这么年轻啊 许恒远有些意外 恒远师兄 俊秀和尚失礼 许清安回了一礼 然后朝敬尘说道 师兄不必送了 目送许清安的背影离开 敬尘许久没有收回视线 师弟 怎么了 不知为何 总觉得他有一种 令人清静的力量 敬尘说道 第406集 大师您保重 许清安离开驿站 沿着大街挤走 虽然依旧不知神书和尚的身份 但至少确定了几件事 第一 他是佛门叛徒 证据确凿 第二 他的修为比我预料的要更高 高到连佛陀都杀不死他 虽然没有证据证明佛陀出手 我先这么假设吧 第三 我只负责帮他查身份 找记忆 他与佛门的恩怨 打死也不参与 除非我成了武神 但这是不可能的事 第四 这个大错腿 我一定要抱住疯狂的炸取好处 第五 神书和尚的存在 不能告诉任何人 违约也不行 这事太大了 第六 趁着天色还早 勾兰天群 突然 许清安看见前方的人群里 出现一个熟悉的人影 那是一位魁梧高大的和尚 下巴有着一圈青黑色 似乎刚刮过胡子 宽松的僧袍穿在他身上 似乎刚刚合身 藏住了里面蕴藏的肌肉 我操 横远 许清安心里一万头草泥马飞奔而过 横远大师也看见了他 惊喜的同时 又为许清安的打扮感到惊讶 许大人 何故如此穿着 行为艺术 许清安板着脸 横远一脑袋问号 大师是要去三阳驿站吗 本宗图门来了 贫僧礼当去见见 能 能不见吗 许清安控制着不让嘴角抽搐 为何 横远表示不解 因为你可能会被暴揍一顿呢 许清安干笑着摇摇头 横远看了他几眼汗手 我刚从许府吃完摘饭过来 你去我家做什么呀 是去公和二郎众会员 二郎没把你赶出来 许清安忽然生起了强烈的愧疚 感觉自己坑完小老弟了 又坑敦厚质朴的横远大师 简直不是人 他发誓以后要做个好人 大师 许清安从怀里取出一张十两面值的银票 诚恳地塞到横远和尚手中 这是我给养生堂老人和孩子的心意 如果是给自己的横远不会要 但这些钱是心地善良的许大人帮助观寡孤独的 横远大师不会拒绝 他由衷的敬佩 多弥陀佛 许大人真是大善人 应该的 应该的 许清安挥手告别 往前走了几步 忍不住回头喊道 哎 大师 横远顿足 回身 徐大人还有事 呃 保重啊 保重 徐清安找了个僻静的巷子 换回打个人拆服 轻车熟路的进入一家勾篮 请一小四迎上来 哎 客官 需要住店还是打家 嗯 把你们这里最漂亮的姑娘喊过来 给大爷揉揉肩 徐清安静止上了二楼 二楼包间属于VIP贵族包厢 有头有脸的人都在二楼看戏听曲儿 那边 横远大师来到了驿站门口 守门的两位僧人面面相娶 心说 咱们佛门 在大风如此昌盛了吗 这位师兄在何处修行 心里怀着疑惑 守门僧人拦住了横远 横远大师双手合十 贫僧青龙寺横远 得知本宗同门抵经 何来拜见 说完 他敏锐地插去到两位僧人 瞪大眼睛一副见鬼了的模样 横远疑惑 有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 师兄在此稍后 我去通传 守门的僧人 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转身入内 恶请 他面无表情地出来 里边请 横远皱了皱眉 感觉有些不对劲 从他自曝姓名开始 两名守门僧的表情就很奇怪 通传之后 又有了似有似无的敌意 劳烦带路 横远低眉顺眼 在守门僧的带领下 穿过前院和主楼 抵达了后院 眼角下 狼道里 站着一位中年僧人 他穿着便于跋涉的苦行僧那衣 脸庞圆润 耳垂肥厚 面无表情地看着横远 青龙似横远 净城和尚目光锐利地 审视横远 正是贫僧 横远和尚也在审视静晨 到了这一步 他已经意识到 这群西域来的同门 对自己怀着 似有似无的敌意 横远不知道 这股敌意是怎么回事 要知道 双方此前并无接触 出家人不打狂语 静晨和尚沉声说道 听到这句话 横远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耳边敲响了警钟 不能说谎 诚实回答 正是贫僧 横远双手合十 坦然说道 静晨和尚沉默了 刚才使用了律者的能力 可以确认这位自称横远的和尚 没有说谎 除非对方也是律者 能自行修改戒律 问题来了 眼前这位是横远的话 刚才那个又是谁呢 他有什么目的 静晨仔细回顾了谈话经过 怂然发现 对方是为了桑坡的封印物而来 这样的话 事情的性质就不是冒充横远这么简单 事关摩僧 他必须要慎重对待 方才那位武僧也会佛门狮子吼 即使不是横远 想必也是佛门中人 眼前这位 就算真的是横远 他的到来 当真只是为了拜访 没有别的意图 种种念头闪过 静晨和尚当即做了决定 指着横远喝道 拿下 当即 两名穿青色纳衣的僧人上前 按住横远的肩膀 砰的一声 横远气急一挡 轻而易举的将两位僧人 震飞出去 朗道里 静晨和尚双手捏印 引颂道 身不能移 手不能动 口不能严 话音落下 手印中荡漾出水纹般的金色涟漪 轻柔而坚定的扫过横远 刹那间 横远宛如深陷泥沼 除了思维还在运转 身体已经失去了控制 蹦蹦蹦的 横远身周榨气一道道空气波纹 宛如一朵朵小型烟花 他在以蛮力抗衡戒律 试图冲出泥沼 静晨皱了皱眉 这个自称横远的和尚 比他预料中的要强 忍不住喝道 宿宿拿下 房间里又冲出了几名武僧 几名法师和禅师 后两者战斗力低威 还得靠武僧动手拿人 但横远在武僧们包围过来前 冲破了戒律 以极快的速度拖出残影 扑向静晨和尚 第407集 问答 横远生气了 要出手教训这个西边来的同门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挡在静晨面前 是穿着青色纳衣 眉清目秀的静思小和尚 他神色平静的望着 扑来的横远拍出了一张 掌势刚起时 没有异常 但在过程中 一点金漆自掌心运开 迅速的覆盖手掌 手臂 紧接着整个人宛如金漆雕塑 当的一声 掌心恰好推在很远胸口 后者像是被攻城墓 撞中了胸口 飞了出去 撞破内院的墙 撞穿主楼的墙 异战里的一族都要吓死了 躲在屋里瑟瑟发抖 不敢出来 这群和尚刚入住就与人动手 再过几天 岂不是要把异战给拆了 带着隐痛的咳嗽声 恒远和尚走了出来 盯着静思不说话 景臣淡淡开口 你且留在驿站 等杜饿师叔回来 自有话要问你 恒远汗手 好 好字的尾音里 他再次化作残影 凶猛地扑了过来 目标却不是静臣 而是静思 提表散发金属质感的静思 再次抬起手 一掌拍向恒远 这次没拍中 反而让恒远截住手臂关节 傻锅大的拳头 接连不断地砸在面部 发出当当当的巨响 面部遭受打击的静思 一个头锤撞开恒远 两人噼里啪啦 交手十几招后 静思再次被反制 恒远抓住他的手腕 沉声低吼 一个过肩摔将静思砸在地上 哄的一声 扑设在院子里的青砖 瞬间被炸上天空 地面崩裂 横远膝盖顶在静思喉咙处 又全化作残影 一下又一下地狂砸他的脑袋 当当当当的 宛如敲钟 声浪夹杂气浪 肆虐在院子里每一个角落 瓦片是噼里啪啦滑落 花扑炸开 杨柳折断 瞬间一片狼藉 静思毫无反抗能力 只能捂着脸承受打击 够了 静晨沉声说道 恒远这才把手 甩动着血肉模糊的拳头 冷冷地盯着静思 皮扫肉厚罢了 到这里 武僧的暴脾气终于发泄完了 许清安对恒远一直存在误解 认为对方是个淳朴温和的鲁志深 其实恒远是披着这敦厚质朴外衣的暴徒 脾气不暴的人 做不出夜闯平远波斧 杀完人扬长而去的行为 只不过在恒远心目中 许大人是乐善好施的大好人 这样的好人 值得自己用温柔对待 进入驿站后 他处处被针对 带着善意而来 遭遇的却是棍棒 心里别提多窝火了 这么窝火的情况下 这个小和尚还出来装叉 好像横远是土鸡娃狗似的 一掌就随便打飞 结果只是个皮糙肉厚的小和尚而已 身时初 初春的太阳温吞地挂在西边 渡厄大师手握铲掌 身披金红袈裟 信不而归 他在驿站门口顿了顿 然后一步跨出来到内院 内院一片狼藉 义族们踩着梯子上屋顶 铺盖娃片 武僧们拎着沙土夯实崩裂的地面 其中干的最卖力的是一个陌生的大光头 渡厄大师打亮了几眼 没有说话 渡厄大师外表是一个枯瘦的老僧 皮肤有黑 脸上布满褶皱 枯瘦的身躯裹着宽大的袈裟 显得有几分滑稽 师叔 静尘和尚从屋里出来 用西域的语言交谈 您进宫期间出了些事 把真假横远的经过详细地说给渡厄大师听 恒远把静丝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渡厄大师扭头看了眼认真干活的恒远 是的 静尘点点头 而后补充 不过静丝师弟并没有受伤 金刚经可不是一般人能打破的 语气里夹带着自傲 渡厄大师没有表态转而问道 第一个恒远与你交谈时 可有说过关于邪物的信息 比如说 他知道邪物的跟脚 知道邪物某方面的信息 静尘回忆片刻摇头 他只说桑坡底下的封印物与佛门有关 并在讲述案件时 说自己见过那只断手 寄宿在师弟恒会身上 师叔 这事其实可以验证 只需招外头的恒远过来质问 渡厄再次问道 他真的没有透露半点邪物的信息 来诱导你吐露更多的内幕吗 静尘摇头 没有 渡厄大师恩了一声 嗯 我知道他是谁了 你现在去大耿然衙门 找那个主办官许清安 我有话要问他 许清安从孤兰里出来 浑身轻飘飘的 感觉骨头都酥了 一边享受马杀鸡 一边看戏听曲 那种日子真逍遥啊 一个时辰里 勾兰里的姑娘换了一批又一批 笑眼如花的进来 双手发抖的出去 可惜勾兰里的姑娘们 本职工作是贩卖海鲜 不是专业按摩 水平还是差了些 这时代有青楼 有教房司 有勾兰 少了足浴店和按摩店 可惜了呀 这个点 已经散值了 没必要再去衙门 许清安在路边 顾了马车返回徐府 大郎你可算回来了 衙门有人找你 在府里等了许久了 茶都喝了两壶了 门房老张见大郎回来 赶紧迎上来 衙门有事找我 许清安略一沉思 猜测是西方佛门的人找他 进入会客厅 看见一位黑衣立员 坐在椅子上喝茶 目光频频地往外看 哎哟 徐大人您可算回来了 无数次的张望中 终于看见了许清安的身影 这位黑衣立员喜出望外 您再不回来 等宵禁后 我只能留宿贵府了 什么事 许清安直入主题 不久前 一位佛门高僧来衙门找您 没找着 便去见了卫公 卫公派我在府上等您 不过是一个和尚而已 卫元犯得着这么正宗对待 他西方老是算什么东西啊 我堂堂东土中原 什么时候能站起来 气都冷 许清安面无表情地说道 知道了 稍后我会去见一见 黑衣立员松了口气 打算告辞 忽然想起了一声 卫公听说您近日到处闲逛 不在衙门等候拆遣 也不寻接 他很生气 说您三个月的俸禄没了 这爸爸有事好商量啊 许清安脸色僵住了 第408集 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送走黑衣立员 许清安想起自己的小木马 被留在大哥人衙门 便命下人去牵许二郎的坐骑 徐府有三匹马 分别是许平智 许大郎二郎的坐骑 一辆马车 专供女卷出行时使用 许清年听说大哥回来了 连忙从书房出来 忧心忡忡 大哥 今日你走后 那两个居心叵测之徒又来了 什么 许清安一时没反应过来 一个青山剑客 一个更像是屠户的和尚 他们不请自来 说是道贺 爹说 来者是客 便请他们进府吃酒 许清年皱眉 我总感觉他们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许清安想起来了 下午见到很远时 他似乎说过 刚从许府吃酒出来 二郎啊 你不必在意这些无名之辈 你现在是会员 你的眼光在更高的天空 许清安也不知道 怎么安慰小老弟了 拍拍他肩膀 你的坐骑借我用用啊 明儿还你 正好此时下人从后门牵来了马 厚在大门外 许清安立刻闪人 他再次来到三阳驿站时 夕阳已经挂在西边 黄昏的阳光是瑰丽的金红色 守门的两个僧人 知道自己被欺骗感情了 神色不善的盯着许清安 本官许清安 是桑破案的主办官 杜厄大师召我来的 带路吧 许清安笑眯眯的递过江绳 守门的两位僧人 深吸一口气 止怒 一个接过江绳 一个做出请的手势 随着守门僧人 进入驿驿站 来到内院 这里好像刚打过架的样子 哎 恒远也在这里干活 最古最古啊 我以后一定要做个好人 他有些心虚的低头 不去看恒远和尚 在守门僧的引导下 进入了一间房 房间里有三个和尚 居中的那位坐在榻上 是个皮肤有黑的老僧 脸盘布满皱纹 枯瘦的身体 撑不起宽松的袈裟 乍一看去有些滑稽 左右分别是见过面的 静尘和静思 静尘神色不善地盯着 许清安 杜厄大师 许清安双手合十 行了一礼 老和尚还礼 温和开口 许大人 何故假扮 青龙寺武僧横远 许清安一本正经 想弄清楚 桑坡底下封印着什么东西 老和尚眯着眼 默默地看着他 那平静温和的目光 仿佛是人体扫描仪 在这个老和尚面前 许清安不敢有任何的内心系 疏敛发散的思绪 不让自己胡思乱想 桑坡二世本官一手查办 我发现其中很多的秘密 永镇山河庙建在一座大镇之上 镇中封印着邪物 永镇山河庙炸毁 邪物脱困 本官亲自下水勘查 发现残留的镇法石柱上 刻有佛文 最开始 我以为封印在桑坡底下的是 上一带兼证 可随着案件的推进 随着恒惠的出现 原来 桑坡底下封印的是一只断手 本官有此推测 那只断手与佛门有关 但不管是兼证 还是皇室 对此惠莫如深 吴许秦安在京中捋破大案 没有我查不出的案子 但这个疑问 便如梗在喉 让我一度夜不能寐 插饭不思 多大师缓缓地点头 嗯 因此才有了之前的那番试探 正是 这番说辞 早就在冒充恒远时就已经想好 他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执着破案的疯子 对于断手的来历 以及背后隐藏的秘密耿耿于怀 于是 在西域使团入京后 假冒恒远来此试探 他的试探也没有毛病 所有问题都是点到极止 没有主动透露 关于神书和尚的任何信息 充分地扮演一个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主办官 多大师微笑 许大人 想知道关于邪恶的信息 许秦安心里一喜 适当地流露出求知欲 大师愿意告知 也无不可 但你得入我佛门 成为贫僧坐下弟子 滚犊子 许秦安面皮一抽 摇头拒绝 本官修的是武道 无法再修佛门心法 杜恶大师似乎早知会有这样的回复 不紧不慢 可以转武僧 可以转武僧 武僧和武夫果然是殊途同归啊 我的猜测没错 佛门中的武僧体系 就是为了外门弟子准备的 许秦安压在心里许久的一个猜测 得到了证实 那八品武僧的下一品级是什么 他问道 能娶其生子吗 虽然武僧不用守戒 但不能娶其生子 这与修行无关 而是佛门的规矩 一入佛门 便是出家之人 武僧亦是如此 既是出家人 又怎能成家 许秦安一脸的遗憾 我是很向往佛门的 奈何家中九代单传 看来我与佛门无缘 实乃平生一大汉事 杜恶大师有些开心 没想到许秦安对佛门如此友善 许大人以后有什么想问的 尽管来驿站问便是 能说的 贫僧都会告诉你 不必伪装成佛门弟子 本官知错 杜恶点点头 吩咐静思送人 等静思送走许秦安返回房间 杜恶大师沉声说道 赵恒远入屋 是 静晨出门喊人 恶请满身灰尘的横远 随着静晨返回 杜恶大师笑道 派书喊我一声师叔 你是他的弟子 便喊我师叔祖吧 其实西域佛门和青龙寺 没有辈粉上的关系 之前静晨出于礼貌 与许秦安以师兄弟相称 师叔祖 恒远双手合十 杜恶大师汗首 听静晨说 那银罗许秦安自称与你相交莫逆 是的 先前的误会 你心里不曾有怨言吗 杜恶大师盯着横远 徐大人不管做什么 弟子都可以宽容谅解 他欠三号两条命 欠许秦安一条命 这些都是天大的恩情 杜恶再次汗首 嗯 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第四百零九集 一定要听指挥啊 恒远酿了片刻 我与许大人是在桑婆案中结识的 当时我因为恒惠师弟卷入此案 达耕人衙门的金螺当时围堵了我和恒惠师弟的藏身之所 我原以为即使是能逃过一死 也会被关在监牢里 没想到身为主办官的许大人 他查明我是牵连其中 并非恒惠师弟的同伙后 立刻放了我 这里恒远做了修改 隐瞒了许秦安忽悠他的事 当然 恒远至今都不知道许秦安是忽悠他的 哼 还算是个好人 但也是个臭不要脸的 之前他问对方许秦安是个怎样的人 敬城和尚回想起来都替许秦安觉得羞耻 可他自己居然说的如此坦然 这不是好不好人的问题 怎么说呢 他有一股难以描述的人格魅力 恒远继续说道 我离开青龙寺之后 一直借居在南城的养生堂 那里收留一群无家可归的老人和孩子 许大人知道后慷慨解囊 隔三差五的就送银子帮助他们 要知道 他一个月的俸禄也就是无量银子 当时他还是一名铜锣 可他从未有过怨言 还安慰我说银子是捡的 我偷偷调查过他 他与所有的大耕人都不同 从未以权谋私压榨百姓 那些银子还是他自己节衣苏食省下来的 听到这里 敬尘和尚沉默了 他想起许秦安自卖自夸的话 说自己不曾拿百姓一针一线 多大事不知可否 行善事未必是善者 人有千千面 彭远皱了皱眉 心生不悦 继续说道 那弟子再与师叔祖说一件事 桑普案之前 他曾经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少女 险些斩了要玷污她的上级 而他也因此入狱 被判了腰斩 若非当时永振山河庙被毁 朝廷急需用人 他已经死了 多大事思考了许久 他有何特殊之处 特殊之处 彭远斟酌着回答 除了天赋异禀 是修武道的奇才 并无特殊之处 多大事似乎有些失望汉手道 嗯 你一切出去忙吧 恒远双手合十 退出了房间 敬成和尚开口 师叔 恒远并没有说谎 这么看来 那许其安确实是位大善人 虽然这人的行事作风让人讨厌 不管是为官还是做人 那许其安都是个品性温良的人 虽然也有一些令人讨厌的油滑 但这并不降低前者的橙色 多大事恩了一声 俊秀的镜丝和尚当即说道 那么他还会和那邪物有什么牵扯吗 多大事摇了摇头 此案的幕后推手是万妖国余孽 远景帝和奸政 前者出宫不出力 后者冷眼旁观 与那阴罗关系不大 既是个善人 我们便无需与他为难了 哼大方言而无信屡次毁约 我们何必再与他们结盟 不知道罗汉和菩萨们怎么想的 作为罗汉中的一员 杜厄大师看了眼失职 北方蛮族有魔神血脉 与北方妖族是同其连之数千年 南疆蛮族部落众多 最强大的七个古族部落 亦算魔神后裔 东北乌神教 已经有一位超越品级的乌神 想要让九州大地处处受佛光照耀 只有与大奉结盟 只能与大奉结盟 静晨静思两位弟子 从诗书的这句话里提炼出一个重要信息 佛门之所以与大奉结盟 是因为大奉既无超越品级的存在 又与魔神没有纠葛 当然 几千年前 中原是有一位超越品级的存在 儒家的圣人 不过那会儿还没有大奉呢 收回思绪 静晨试探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做 追查邪物的踪迹吗 大奉这边就这么算了 毒恶大师高深莫测地笑了笑 听说近来因为盗门的天人之争 许多江湖人士涌入京城 官府在外城建了四座擂台 我们取两座来用 敬思你以金刚之躯迎战京城武者 敬晨你随意取一座擂台送经讲道 至于本座 既然来了大奉 那就会一会监政 多大师说完 走出房间 望着西边的残阳 中原不识我佛门之威 久已 夜里 许清安与同僚结伴去教方寺 还是从前那个少年的宋庭峰 厚着脸皮跟过来了 其中也包括 交方寺的摇床声永远不整齐的 李玉春 以及我只是来喝酒的 杨叶 福相对许清安情谁义重 每次他带人来影眉小哥 总是很给面子的抱琴出席 献上一曲 不非与许清安有管抱之交的花魁 也来凑热闹 让许白嫖有了左拥右抱的机会 但是许白嫖并不开心 别人欢饮答弹的时候 他思考的是 卧槽 这波少说得花掉我白两银子 他来教方寺与花魁们谈情说爱 那属于风光济月 不掺杂任何的浅色交易 但是带着那么多同僚来喝酒 这是无法免费的 哪怕夫相愿意自掏药包 给他补成本费 可许清安堂堂七尺男儿 不拿百姓一针一线 岂会同意这种事 以后请客要慎重啊 尤其是教方寺这样的宵禁窟 明天尝试找卫工报销 希望他看在我忠心耿耿的份上 能在报销单上签个名 许清安强颜欢笑 举杯说道 喝酒 喝酒 大家别跟我客气 今晚不醉不归 心里却想着呢 疼疼都给我喝得烂醉如泥 烂醉如泥 这样就省下一笔睡女人的钱 结果呢 一直喝到深夜 这群武夫愣是没有烂醉如泥 许清安只好脸上笑嘻嘻 但是心里不断的大骂的 结束了酒宴 接着呢 许清安看向在座的诸位 为了能让我头睡个好觉 大家晚上摇床时 一定要听指挥啊 跟着节奏 一起摇摆 不要跑掉 啊 李玉春脑袋上面是一溜的句号 第二天 许清安骑着二郎的坐骑 快马加鞭的赶回衙门 来到一刀堂 提笔研墨 让立元写了一张报销单 本次应酬参与人数 二十一人 项目 歌颂朝廷 歌颂卫攻 花费 一百六十四两三千 写完条子 许清安斟酌片刻认为 我许英罗是个要脸的人 于是呢 让立元代劳 送去了好奇楼 没多久 立元返回汇报道 卫攻说 条子不是你自己写的 缺乏诚意 这就表明 卫元心里不满 但是愿意给我报销 放心吧 卫攻 卑职一定为您赴汤蹈火 报您大恩大德 许清安当即写了一张报销单 吹干墨迹 捉跌好 让立元再跑一趟 没多久 立元回来了 卫元的回复是 不批 你 这时候才耍我吗 许清安生气了 卫攻是怎么说的 立元犹豫许久 小心翼翼说道 朝鲜宁自己的难看算不算 卫元你 许清安生气的 把立元给轰了出去 第四百一十集 金刚不败 纯维之后 接下来最受关注的事儿 本该是一个月后的电视 金榜提名四个字儿 自古便能牵动人心 下至乡野百姓 上至皇帝诸公 都对科举无比重视 不过 远景三十七年 破事特别多 先有盗门的天人之争 一甲子一次 可不比科举更吸引人吗 后来西域使团入京 再次造成轰动 大凤佛察辽落 佛门高僧罕见 但佛门高手的传说 在大凤江湖渊源流传 什么转世轮回 什么死后金身不朽 什么舍利子破万法等等 江湖人士对佛门抱着强烈的好奇心 而西域使团也没有让他们失望 第二天 一位年轻俊秀的和尚 来到南城的擂台上 大放厥词 说要以佛门的金刚神功 领教中原武林高手 当天 便惹来江湖豪夏群起而攻之 但无一人能破金刚肉身 岸然离场 与南城相望的北城 也有一位西域高僧霸占了擂台 但不是挑战大放高手 而是开谈讲法 城中百姓蜂拥而去 聆听高僧讲道 如痴如醉 有浪子痛哭流涕 有恶棍痛改前非 有几代单传的南丁 大彻大悟 要出家修行 各种说法在世景流传 甚是邪乎 越来越多的百姓汇聚聆听佛法 那一城 一座酒楼 几桌江湖客聊起了西域佛门 最开始只是两个人之间的闲聊 逐渐加入的人越来越多 后来连吃饭的普通百姓也加入话题 这都三天了 那小和尚竟从未拜过 你们这些江湖人士不是自诩本领高个强 怎么连一个小和尚都打不过呀 你一个拼头老百姓懂什么呀 那是普通的小和尚吧 那是西域来的高僧 西域佛门的人纵使是个孩童 也不可小觑 哦 原来是这样啊 西域佛门果然厉害 与之相比 我踏风差得太远了 哼 不是说打羹人是京城守护者吗 十位金罗每一位都是超一流的高手 怎么没肯打羹人出手 一位京城百姓不屑说道 你们这些外乡人不知道 打羹人也就对付当官的厉害 对外就成了软脚虾 反而还是一位江湖人是不高兴了 反驳 胡说 前几天我还亲眼看到一位银罗 只出了一刀 必斩上了六品高手 对此 那位京城百姓的回答是 可你们刚才不也说了 西域佛门即使是孩童 也不能小觑 我们大奉的舞者能相提并论 这倒也是 本大侠行走江湖多年 从未见过如此厉害的铜皮铁骨 金光铲铲 那不愧是西方高手啊 二楼 柳公子从湖栏外收回目光不分道 一群井底这蛙 师父 那小和尚肉身是怎么回事 那是佛门独一无二的断体神功 远不是六品的铜皮铁骨能媲美 中年见客太息 神仙打架 咱们在旁看个热闹便是了 美妇人在一边笑着说 柳公子不甘心 盯着自己未来的佩剑 现在是师父的佩剑 说道 这把出自四天剑的神兵 能不能破了他的入身 中年见客吃得一笑 不屑回答弟子天真的问题 浓妆艳抹却不显俗媚的荣荣姑娘粗媚 这三天来 上台较量的大多是江湖人士 偶尔有几位官府的高手 但修为也不是太高 为何高品武夫也不出手 你也说了是高品武者 中年美妇摇头 我们昨日却看过那小和尚 修为不高 仗着金刚神功立于不败之地 高品强者自然有他们的骄傲 赢了不光彩 若是打破肉身时多费些功夫 那就丢人了 中年见客汉手补充 朝廷不派高手出面 也是这个原因 对方让一个小和尚摆类 朝廷火急火燎的派高品强者打压 谁更丢人呢 堂堂大凤 这点气度还是要有的 所以就只能吃个哑巴亏 柳公子皱眉 虽然他平时行走江湖是一口一个狗官 一口一个皇帝昏庸 但这是自家事 一旦有外人来削大凤的脸面 柳公子立刻涌起同仇敌凯的情绪 中年见客喝着酒 那就看大凤有没有年轻一代的高手 同一时间 南城九楼 穿着银罗差服的许清安站在撂望台 关上着擂台上的打斗 他的左边是青山剑客楚元枕 右边是魁梧高大的鲁智深横远 此时 与静思小和尚交手的是一位年轻的白衣剑客 修为不差 炼气净巅峰 也不知道是哪个名门大派的弟子 这位白衣剑客使得剑法诡诀莫测 专攻静思和尚的要害 静思小和尚纹丝不动 任由铁剑在身上劈砍出道道火光 偶尔伸手拨弄一下 刺向裤装和眼睛的阴险招式 身体虽然是金刚不败 衣服却不是 裤腰带还是要保住的 几百招后 白衣少侠力竭了 无奈收剑 保全说道 干拜下风 台下虚声一片 不管是京城百姓 还是江湖人士都很失望 这位好像是蝴蝶剑的师兄 许清安指着擂台边 一位英姿飒爽的俏丽女侠说道 颅牙剑阁的蝴蝶剑是与容容姑娘 前面女贼 以及双刀门那位女刀客并列的江湖四肢花 模样确实俊俏 是位让人眼睛一亮的美人 恒远和楚元枕闻声看了几眼 便没什么兴致的挪开目光 恒远大师 这便是西域佛门独有的炼体功法 属于武僧体系 你不眼馋吗 自然是馋的 恒远说道 许清安听在耳里心里微动 经思小和尚施展的这门炼体功法 就是不需要烹煮锤打 就能媲美铜皮铁骨的炼体法门 许清安咽了口唾沫 嗯 我也颤哪 恒远看了他一眼 金刚经非一般人能修成 没有佛法基础的人 是不可能修成的 除非天生佛根 许清安在心里吐槽 你说的这个佛根 它是正经的佛根吗 这时候 一位标形大汉 挤出人群月上擂台 小和尚 老子来会会你 这位大汉 提表有常人肉眼 无法看到的神光闪烁 是一位铜皮铁骨镜的武夫 刚还是失望的 发出嘘声的围观群众 顿时就激动起来 西域的小和尚 在擂台上 耀武扬威三天 终于惹来一位 铜皮铁骨镜的高手 哼 有好戏看了 许清安笑道 说吧 他目光在人群中扫了一眼 恶然发现了一位老熟人 穿着布裙 绣发插着金钗 打扮朴素 身段颇有些风鱼的老阿姨 他脸庞严肃 一眨不眨的盯着擂台